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绵延不断的疫情对澳门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本地就业市场雪上加上 劳工局关注居民就业情况 2020年至2022年第一季 透过各种就业配对和支援措施 一共协助本地居民8255人次成功就业 当中建筑业有3154人次 酒店及饮食业有1978人次 保安及清洁服务业 以及零售业763人次 合共占比为85% 日前有大型休闲企业举办招聘日 吸引到很多求职者到现场面試 期望在招聘日上突围而出 获得心仪工作 因为现在疫情 所以其实都挺难找工 找了一个多月 疫情很影响我们这些毕业新闻 之前大概都传了二十多份CV 都是没有回应 就好像传了过去之后 就一直等 我是看到新闻有卖报道 所以就想尝试过来 因为看到它的工作内容 都挺适合自己的 自己都有上网去搜寻过 大概的内容 大概有四个月左右 找工作的确是难的 因为现在是一个CV的阶段 匯复那些都是等通知的 interview完之后 听见他们会说等他们通知 但都是等很久都没有回复 对上一份工是做外卖公司的 是在店铺里面工作的 尼仔的原因就是因为 店铺疫情原因 减少人手的方面 找回对客户之类的内容 因为之前是做过对客方面的工作 所以都是有些经验 今年首季 勞工局已举办了32场配对会 以及透过就业支援服务 一共协助了1110人获聘 过往是院舍担任护理员的范先生 由于希望转换职场跑道 透过勞工局的就业配对 经过两至三个月的时间 成功是大型休闲企业密德部安员一职 说真的 都可以的了 两三个月来说 因为他就算见工 你分一两次来见 你每次都会隔半个月 我觉得都算快 对我来说也有帮助 起码有得见工 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传 CV 来说 真是连见工都没得见 我每天都传几十份价 都没什么回应 勞工局在四月初 推出本地职位空缺窗口 以简明目录清单 由岗位置企业 以分层展示方式 令居民更快折禁挑选 并认证多个岗位 目前窗口已接入一户通 只要点选一户通 中的本地职位空缺逃标 就可以进入窗口 如果居民已办理了求职登记 就可以立刻求职选配 如果未办求职登记的 即时办理之后 就可以认证工作 有关窗口及网上服务 会持续优化 照聘资讯会适时更新 以确保招聘空缺可持续供应 自4月4日至4月12日 窗口的使用者已有1237人 并录得3743次认证 求职者主要认证工作分别是 销售员、文员、客服主任、保安员和接待员 当局将持续检视各项就业配对服务的使用情况 因应求职者和企业的反馈适时进行优化 以促进求职者更积极参与配对 提升就业配对成效